放在你们的肩膀上 政府提出的普选行政长官方案 是按人大常委会的决定 提名委员会由1200人组成 按照现时选委会 分为同等比例的四大界别 38个界别分组不变 而选民基础也都大致不变 要成为参选人 需要拿到提委会120个提委 以个人身份联合推荐入责 上限是240个人 一个提委只可以推荐一个人参选 换言之最多可以有10个参选人 在出习阶段 人大常委会的框架规定 成为候选人需要拿到过半提委提名 提委将会采用无记名方式逐个表决 每个提委最少要提名两个人 也都可以提名全部所有参选人 获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过半数支持 即是拿到601票或者以上的2-3个参选人 可以成功出习成为候选人 去到最后一人一票阶段进行一轮投票 得票最多的人就赢 当选人不需要拿到过半票数 而白票就将会视为无效票 林郑月娥说 普选方案顾及特区的政治现实 合宪合法 合情合理 各位议员 特别是泛民主派的朋友 要停一停 想一想 假如立法会否决方案 一人一票选行政长官的愿望落空 广大的市民将会是多么失望 假如政制发展原地踏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